老公为给他白月光出气,把我塞进行礼箱,关在柜里惩罚,五天后,他终于想起要放我出来,不料眼前一幕,却让在场所有人吓傻。 老公的青梅被困在电梯夹层半小时,他暴怒之下,把我塞进行礼箱里,锁头拉死。 恩恩受过的罪,你要双倍承受。 我蜷缩着身子,呼吸困难,流着泪认错,可换来的却是老公冷冷的责怪。 好好受罚,有了教训,你才能学乖。 他把装着我的行李箱锁进了衣柜里。 我绝望地嘶吼,挣扎,血液出了箱,浸湿了地板。 五天后,他一时心软,决定结束惩罚。 小城大戒,这次我就先放过你。 可他不知道,我的尸骨早已腐烂得模糊不清。 那个杜妇这几天怎么没来闹事? 学乖了,懂规矩了。 还是得要给他些惩罚,他才能懂事。 他身边的助理突然脸色一致。 老板,苏小姐他,他好像还没有被放出来。 傅行舟的眼神有一丝颤抖,他迅速压了下来。 再反省几天也没事。 他身旁的助理多次欲言又止,最后还是迟疑地开口。 老板,禁闭苏小姐的房间散发出了难闻的臭味。 你,要不要去看看? 傅行舟的声音迅速冷淡。 臭! 臭是正常的。 他这种不顾一切也要苟活的女人,为了能保障自己身体机能,肯定使尿都不放过,统统在消化了。 怎么会不臭? 助理还想说些什么,却被傅行舟打断了。 他皱了皱眉,满是嫌恶。 好了,别说了,明天我会放他出来的,这几天下来,他也该乖顺懂事了。 等他出来,好好给恩恩道个歉,这件事,我就当作翻篇。 他话音刚落,临上恩赤着脚走了进来。 傅行舟眼神瞬间温柔。 嗯嗯,还做噩梦吗? 你放心,我已经狠狠地惩罚苏至秦了。 我要让他百倍千倍地偿还你受过的罪。 他抱起林尚恩,指尖温柔地划过他的发丝。 行舟哥哥,你对我最好了。 林尚恩将头迈进他的怀里,语气娇称。 想来苏姐姐也知道错了。 我也只是想让他和我道个歉,没想让他受惩罚。 苏姐姐不会怪我吧? 看着他们恩爱甜蜜,我忍不住笑了出声,可什么也没惊动。 我已经死了。 窒息绝望的最后一刻,我飘出了那个逼自恐怖的行李箱。 第三视觉下,那行李箱的表面已经被写尽透了。 藏着行李箱的衣柜还上了一把大锁,似乎是想困住里面的人,永生永世也不许逃离。 已经成了灵魂,我也被那透不过气的场景吓得闭上了眼睛。 另一面,傅行舟正轻声地安慰着林尚恩。 是又做噩梦了吗?不用怕,我永远会陪在你身边。 他轻轻刮了刮林尚恩的脸。 还是委屈你了?嗯嗯。 你知道吗?他为了活下去,连自己的屎尿都不放过。 自己这么惜命,却敢下手害你。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 我愣在那里,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。 傅行舟说得没错,我确实特别想活着。 行李箱很小,为了能让我塞进去,傅行舟硬生生掰折了我的手。 我忍着剧痛,想要逃生,发觉无用后,我又费尽心思地保存体力,想要尽可能地耗时间。 可他忘了,我被塞进去之前,已经怀了身孕。 长时间的曲折姿势压迫了我的肚子,让我刺痛难忍。 我情绪失控,却无法反抗。 生命的最后一刻,我爆发了激烈的求生欲。 我嘶吼、挣扎、用脚指甲拼命地扣拉链,企图求得一线生机。 可换来的却是他无情地审判。 你都这么害怕了。 恩恩当时岂不是更无助? 好好地在这里感受痛苦,才能学乖。 我无助地认下那些不属于我的罪名,只祈求他能放我一马。 直到下腹流出了一滩血迹,我也彻底没了力气。 恍惚中,我只听到他说,他太吵了。 还是不懂规矩,锁死他,让他安静点反省。 我哑声哀求,却什么也做不了,只能任由那把大锁落下。 直到最后一丝光亮熄灭。 把苏纸晴放出来吧,让他收拾干净了,再过来认错。 别带着一身屎尿骚味,脏了恩恩的眼。 复行舟的语气冷淡,助力不自在地应了一声。 林尚恩眼睛亮亮的,围在复行舟身边。 复哥哥,等芷晴姐姐出来了,你要好好安慰他,别再让他生气了,毕竟你们是夫妻,不能闹得这么难看。 复行舟眼里闪过一丝不耐,手却轻轻地揉捏着林尚恩的指尖。 他敢。 因为他的失误,你被关在电梯夹层整整半个小时,我都不敢想你当时有多害怕,多无助。 恩恩,你总是这样漂亮,才会让苏纸晴得寸进尺。 复行舟隐忍着语气里的愤怒,像是怕吓到林尚恩了一般。 可那些话传进我耳朵里,全变成了讽刺和嘲笑。 一周前,林尚恩趁赴行舟在开会,上门挑衅我。 怀孕了又怎么样,生出来也得不到行舟哥哥的爱,你的孩子和你一样讨人嫌。 我懒得和他争论,只冷冷地说了一句滚。 可没想到他下电梯的时候竟遇到了电梯故障,卡在了家层里。 困在里面的时候,他在微信里发了长文跟复行舟告别,说自己可能出不去了,说要和他告别。 我知道苏姐姐不喜欢我,我只希望我离开以后,他能代替我,好好照顾你。 行舟哥哥,我们来时再见吧。 赴行舟看到消息,直接终止会议,疯了一般地赶回来,调动所有救援力量,最后找到了昏迷在电梯加层的林尚恩。 我就站在不远处,看着他抱着林尚恩,凄厉地嘶吼着:"嗯嗯,你不要离开我,那时我还觉得他们挺可笑的,至于吗?" 困了半个小时,怎么像是生死别离一般。可直到傅行舟拽着我的头发,狠狠地将我折进行李箱时,我才发现,情爱是他们,劫难却是我的。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? 嗯嗯,有幽闭恐惧症,他差点就被你给害死了,就算就回来,也会留下无法磨灭的阴影。 苏止情,我要让你知道,你没有资格仗着你是我的妻子为所欲为,你如果不认错,就别想出来了。 直到如今,他依旧冷着脸,等着我能乖乖到他面前认错。只可惜,他不能如愿了。 老板,老板,苏小姐他,他,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。 傅行舟愣了一下,我仔细地观察着他的反应,以为他至少会为我动容几分。可他只是无所谓地笑了笑。装,继续装,祸害一千年,他能有这么容易死。死了就直接打火葬场电话,把他拉去烧了。这么爱装,就让他知道装死的代价。 傅行舟用纸节轻轻地敲了敲桌面,声色淡然,去告诉他,半个小时之内不能收拾干净自己过来,我就继续惩罚他,直到他不敢再闹幺蛾子为止。 助理站立着,想说什么,却被傅行舟怒斥,还愣在这儿,你也想被惩罚吗? 他搂住林尚恩,温柔地对他开口,嗯嗯,等会你可不要再心软了,必须要硬气一点,让他再吃点苦头,我会让他跪下给你道歉,那是我对他的惩罚,你千万不能心疼他。林尚恩看起来格外愚心不忍。行舟哥哥,我连恨都恨不起来了,可不知为何,我的灵魂像是被禁锢了一般。 无法逃离,只能被迫地看着傅行舟骂我,笑我。这是我爱了十年的人啊!高中三年,大学四年,毕业后的恋爱结婚,又三年。可我不知道的是,他从头到尾,都只把我当作他的污点。我像根屁虫一样,跟在他身后整整七年,我以为我的真心会融化冰山。 他答应我表白那天,我开心的一晚上没合眼。可我不知道的是,他娶我,只是因为他的公司资金链断裂,需要我提供资金扶持。 嫁给他的两年里,我倾尽全力支持他的事业,也费尽心思照顾他,讨好他。他也一点一点地改变,会等我回家。我给我做早餐,会在我肚子痛的时候,轻轻地给我按摩。我差点就以为,是我赢得了他的爱。 我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天,激动地围着他绕圈圈,可他却冷得不像话。苏志晴,你说你怀孕了。我没有听出他话里的质疑,天真的点头。 呵,可是我若惊,根本怀不上孩子。这个孩子从哪来的?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笨拙地做了很多证明自己的行为。我将医生的话转达几副行舟,告诉他,等九周过后稳定下来,可以查的,我绝对不会背叛你。我不知道的是,我知道自己怀孕那天,林尚恩正好回国。 那条消息被他当作笑话讲给林尚恩听。我努力了十年,快要融化的冰山,在林尚恩回来的那一刻,彻底化作一场空。灵魂也会心痛吗?我只觉得自己喘不上气。行李箱里,那种绝望窒息的感觉重新席卷而来。搂着林尚恩的复行舟,脸色也愈发阴沉。 怎么这么久还没过来?让他反省这么多天,他还不知道学乖。该不会是在和我赌气吧?苏芷晴,你最好骨头有这么硬。我冷冷地盯着他,看他盘珠子的手越来越慌乱,眼色也闪过一丝不自然。嗯嗯,我去看看他到底是想干什么。不用担心,我会让他来跟你赔罪的。 傅行舟起身,大步往我的禁闭式走去,到门口的时候,他不自在地皱了皱眉,捂住了自己的鼻子。怎么会味道这么大?助理站在傅行舟身后,冷汗已经湿了一身。傅总,您还是自己看看吧。 我不知道该有些什么思绪,可精神却是格外紧绷。要看自己凄惨的死状,肯定也是需要不小勇气的。傅行舟推开门,行李箱已经被拖出衣柜,丢到了地上。拉链被打开了一半,又被人预盖弥彰般地盖上了。傅行舟盯着那个行李箱,带着几分不爽。 苏止情,放你出来你还不出来,准备一辈子在行李箱里过了是不是?是我不想出来吗?明明,我到死都在努力,只想再看一眼阳光,可再也没机会了。还在闹什么小性子?给脸不要脸了是吧? 他走到行李箱身边,浓烈的臭味让他眼睛都睁不开,可他依旧我行我素,抬起脚,踹在了行李箱上。这么臭,还不赶紧去收拾自己。你想恶心谁?他用的力不小,行李箱被他踹翻,盖子也被彻底打开。毫无防备下,我直面了自己的害人姿态。行李箱里的尸体 诡异地扭曲着,手臂更是九十度倒折。脸上惊恐地还停留着,眼睛和嘴都最大限度地张开,眼球已经凸了出来。下半身,血已经干涸成印,暗红地遍布着。傅行舟慌张倒退了两步,声音都止不住颤抖起来。谁放的这死东西吓人?苏芷晴呢?把他找出来,以为放个假 骂人自己就能逃出生天了吗?我傅行舟不是傻子,赶紧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我笑得眼泪都掉了下来。这是在装什么懵懂无知呢?我就直白地躺在那儿,尸体都发臭了。你还要去哪里找我呢?傅总,夫人她,已经死了,尸体都臭了呀。傅行舟恶狠地瞪着助理。 你胡说?你也帮着他骗我。我有这么傻吗?一个发臭的假人,我就会相信他死了。绝地三尺,我也要把他找出来。他不管不顾地走了出去,让人锁死了房门,同时去外面调查我的踪迹。林尚恩见他面色凝重,小跑着走了过去,垫着脚搂住了他的脖子。行舟哥哥怎么了? 苏姐姐又惹你生气了吗?不要怕,恩恩陪着你。傅行舟抱起他,坐在了沙发上,语气还有些颤抖。他这次实在太过分了,居然假死逃跑。但无论他跑到哪里,我都会把他找出来。他还欠你一个道歉,我必须让他亲口说。连亲眼见到我尸体都不愿意相信真相的他,只是不愿意相信他。 你怕我死了没人给林尚恩道歉吗?我只觉得自己好可笑。他调出了房间里的监控录像,画面明明清晰地显示了我被锁进去后,从惨叫挣扎,到逐渐没了声音。可负行舟还是不相信。这后面的画面一直都是一样的,想要剪辑也太容易了。苏志晴,你还真是做得天衣无缝啊。 他狠狠地向电脑砸了一拳,林尚恩被他突如其来地暴怒,吓了一跳,红着眼搂住了他。傅行舟反应过来后,极尽温柔地哄着林尚恩。恩恩不怕,我只是生气他没责任没担当,居然想一走了之。 你别担心,在你生日前,我绝对能把他抓回来。到时候,我要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,给你下跪道歉。 林尚恩言里满是得意,在傅行舟额头上落下一吻。蜻蜓点水一般,却让傅行舟直接羞红了脸。连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 真是抱歉啊!我也不是故意想偷窥你们的幸福的。我其实一直知道林尚恩的存在。一开始喜欢傅行舟的时候,我就知道。那时他的朋友圈背景,就是是他和林尚恩的童年照。照片里,小小的林尚恩对着镜头笑得明媚。而他看着林尚恩,眼里的喜欢藏也藏不住。 喜欢一个人,是那样的直白又张扬。和我一样。我找了很多关系打听,得知了林尚恩已经有了男朋友。我这才安下心,对付行舟,展开公式。我做梦都希望,那明目张胆的偏爱也会倾斜向我。他向我告白那天,特地换了朋友圈背景,改成了我一个人的童年照。 我激动的一夜都没睡着,反复地刷着他的主页,截图留存,向所有朋友得意炫耀。 闺蜜笑我恋爱恼,我没反驳。傅行舟他对我,很特殊。高中我被校园霸凌,被堵在小巷子里,他穿着发白的衬衫,挡在我面前。 少年义气,对我来说像救世主降临。我小心地拽着他的衣角,在他的庇护下,终于地见天光。 我没法不喜欢他,即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,我只是顺路,对你没别的意思。我甩了甩马尾,什么也不在乎。可我对你有意思。我见过他去隔壁的艺术高中接林尚恩放学,哭了一整晚以后,我鼓起勇气问他。 那个女孩是你女朋友吗?她过了很久,才回复我。林家妹妹,怎么了?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,情绪被她轻易地左右。我喜欢她冰山冷漠的脸,喜欢她放在我身前单薄坚毅地背脊,喜欢她近况下漂亮的睫毛青颤,无奈地和我说,好好学习,高中生不能谈恋爱。 于是颓废摆烂的我奋起直追,只为了能和她更近一点。我将她当作精神寄托,将她当作救赎我的神奇。我独独忘了,其实傅行舟,她只是一个普通人。退去光环的她,是一个吊着追求者不松手,却又对小青梅不死心的渣男。为了利益,她能违心地说爱我,说会永远陪在我身边。 朋友圈背景的照片其实只挂了三天,三天后就成了一片漆黑。是在我父母意外去世后,装作心痛地安慰我,实则早已盘算起了我的家产。 甚至在暴力将我塞进行礼香时,我哭着祈求她,行舟,别这样对我,我真的会死。她赤红的眼睛瞪着我,语气冰冷刺骨。你是在威胁我吗?你已经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了,还有谁会在意你的生死?我挣扎着,反抗着,只能看到她的脸 逐渐扭曲,动作也愈发粗暴。你害恩恩受了惊吓,死了也是你活该。小小的行李箱,我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。死前的最后一刻,我在想什么呢?在后悔当初自大,以为爱能抵万难。傅行舟说得没错,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爱我的人了。 我自以为借她的壁弯窥见天光,不知所谓的往前追逐。可除了那一寸阳光之下,等待着我的,却是万丈深渊。我真的好蠢。这几天,傅行舟好像根本没有想起我。为了林尚恩的生日宴,她忙前忙后,操办了很久,为她找关系约了知名乐团,又请来了她喜欢的歌手,豪至千金, 只为了博美人一笑。很讽刺,她的这些钱,都是从我身上掠夺的。当年她和我结婚,她的游戏公司摇摇欲坠,使我鼎力相助,付出了自己的所有,连老房子都抵押了出去。有了钱,她能安心研发,公司起死回生,发布后迅速地大火,大爆,风靡了全网。 她成了炙手可热的商业新贵,我真心实意地为她高兴。可如今,却统统成了刺向我的尖刀。林尚恩大学出国后,迅速攀附上了国外的富二代。三个月前,她的感情出现变故,失意回国。傅行舟却疯了。她甚至提前三个小时等在机场。我有些不满。她和我说,她是我妹妹。 我不可能不管她。我也用这个借口骗自己,直到我在热搜上看到。迷途,霸总的告白,迷途是复行舟公司那款热门游戏的名字。我点进去看,发现是游戏官方发放了一个巨额礼包。邮件主提示,珍爱献礼,总裁游戏。礼包发放的日期,正好是我用验孕棒验出怀孕的日子。 我将那两道杠放在主卧浴室,想给她一个惊喜。我以为,那是沉默寡言的她,用另一种方式向我告白。网友兴奋热议。直男的浪漫?好戳我呀。 就是不知道总裁的老婆能不能get到了。迷途把狗骗进来杀是吧?给的太多了,我也只好含泪接受了。那一晚,我做了一桌子菜,满心欢喜地等待她回来。可我忘了,那天,礼包发放的日期,也刚好是林尚恩回国的日子。 她彻夜未归,我又欺骗自己,一定是有失应酬,一定是在忙工作。其实不是啦,反正现在我都死了,我也不需要再继续欺骗自己了。 那天,傅行周在裴林尚恩,在室内顶级的情侣餐厅享用烛光晚餐。热搜的评论区,有人PO出了图片。高空餐厅里,高大帅气的男人对面,娇羞的女孩看不清脸。风光昏暗,网友们磕生磕死。我坐在餐桌前,等到烛光熄灭,烛心半死不活地闪了两下,最后再也没了事。 好吧,我在用心做的菜,也不上米其林大厨精致的摆盘。就像如今,我是阴沟里发烂发臭的老鼠,而林尚恩站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中央,精致的皇冠衬得她像公主一样高贵。谢谢富哥为我准备的生日宴,只可惜今天还有些许遗憾,嫂子没能过来。生日愿望。我想, 让富哥永远幸福,让嫂子对富哥好一点,不要再欺负富哥了。 礼花炸开,彩带散落,挂在林尚恩的头发上。 傅行舟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,为她剪下彩带,笑着问她。 为什么不给自己许愿? 林尚恩笑得开怀。 我只希望你好。 傅行舟还没有放弃寻找我,她调动了大批人力,下了命令,说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。 我好想笑,又不是没见到,装什么呢?生日宴结束,傅行舟有几分罪了。 她搂着林尚恩,语气有些愧疚。 苏志情不知道躲到哪去了,没能抓着她当众给你道歉,让你受委屈了。 等我抓到她,我一定让她给你补回来。 林尚恩娇娇柔柔,不用了行舟哥哥,有你对我好,我已经很知足了。 志情姐姐也只是吃醋,想让我知难而退而已,我没资格怪她。 她这几天不在,肯定是有自己的事要忙,哥哥你也不要对她太凶,我也是女人,我心疼。 傅行舟叹了一口气,揽着林尚恩的手更紧了些。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懂事呢?可让我意外的是,她今晚居然借口有事,把林尚恩送回家后,她开车赶往公司里,走到了我禁闭式的门口。 这一整栋大厦,都是傅行舟买下来的,里面有一半是我的股份。 现在却成了我葬生的坟场。 位于顶楼角落的禁闭式,本来是用于堆放杂物的。 格格不入的暗红色衣柜,是傅行舟特地运上来惩罚我的。 她从没在爱我的事上如此用心,害我却是手到擒来。 傅行舟有些眉头紧锁,像是被味道熏得难受。 她停在了门口,手放在开关上,迟迟没有落下去。 苏志晴,要是被我发现真的是你在搞鬼,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 她止不住的干呕,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,推开了门。 门内一片死寂,昏暗的灯光下,屋子中间那渗出暗红血迹的行李箱,格外刺眼。 好诡异的场面,我都有点害怕了。 但转念一想,我应该是这里怨气最大的厉鬼,我有什么好怕的呢? 没办法,我一直就是个胆小的人,看见自己死得不好看,我也会下意识地害怕自己的尸体。 傅行舟走到了屋子中间,停在了我的行李箱面前。 我飘在他周围,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双腿有些颤抖。 不知怎么,我突然特别想吓吓他,于是我在他脖子上吹了一口气。 他几乎是一瞬间腿软,跌倒在了地上,却好巧不巧,摔在了那个行李箱上。 我有些后悔。 他的屁股坐在了我尸体上,怕是会让我的尸体更加难看。 他一瞬间弹开,对着空气紧张探望,好不容易冷静了下来。 要是让我发现你在耍我,我肯定会扒掉你一层皮。 我摇了摇头,我都快拒人关了,扒我皮应该还算轻轻松松吧? 毕竟都腐烂了。 傅行舟听不到我内心的独白,他蹲在行李箱面前,双眼通红,蒸都蒸不开。 是被我尸体的恶臭熏的。 其实,我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,实在没想到自己的下场会这么惨烈。 苏芷晴,我真的不相信你会这么轻易死。 他这句话说得很坚定,像是在给自己壮胆,可犹豫着想要掀开行李箱的手还在颤抖。 我特别想内涵他。 我又不是什么铜墙铁壁,神仙妖精。 我只是一个怀了孕的普通女人,不死,那才叫下人。 他犹豫了很久,突然一鼓作气,一把掀开。 我也直面了自己的害人。 老天,脸都烂完了,还被他那一屁股做得凹陷了一块。 傅行舟,够贱的,死了还要侮辱我。 只见他整个人都愣住了,眼睛瞪得齐大,直直地盯着我的尸体。 苏芷晴,别想骗我,你在演戏,对不对? 他目光呆滞,伸手想触碰我的尸体,却在即将触碰到的时候,惊恐地缩回了手。 我就躲在他身前,仔细地看着他的脸。 他的脸上有害怕、恐惧、后悔、无助。 唯独没有难过。 只是一个行李箱而已,怎么会困住你呢? 你是自己不愿意出来的,对不对? 苏芷晴,我没有想害死你,你千万不要缠上我。 他躲在他面前,看着他因为惊恐而扭曲的脸,失神地笑出了声。 他只是害怕而已,只是害怕我的死,会给他带来麻烦而已。 苏芷晴,你为什么要想不开? 他突然恶狠狠地盯着我。 你是不是故意的,想用死来报复我? 你真狠,你为这样我就永远没法忘记你了,对不对? 算了吧? 我抱住了膝盖,心里早就空荡荡了。 我都已经死了,还要奢望什么? 我最大的愿望,就是你赶紧去伏法坐牢。 天网恢恢,你逃不掉的。 可我没想到他居然疯了似的,把我从行李箱里拖了出来,将我的身体摊在地上,小心翼翼地摆好。 不行,你不能死,你死了,我怎么办?我不允许。 有病吧?我都已经死了,能不能让我体面一点? 我只恨现在没有接触食物的能力,不能拨打110,这必须再给我治个侮辱尸体罪。 他颤抖的指尖,探进了我的小腹里。 苏志晴,你是不是因为心虚才自杀的?是不是怕我发现,你怀的不是我的孩子?我不信,你肯定是愧对于我。对,你肯定是心虚。 他疯疯癫癫地站起身,离开禁闭室后,他狠狠地锁上了门。 我要找人调查,你肯定有见不得光的事,不然你怎么会死?苏志晴,我一定要揭开你的真面目。 我气得快要发疯,在他脖子上使劲吹起,又想变成厉鬼,找他索命,可无论我做什么,他都一样的没察觉。 真是没劲。 查呀,那就去查吧。我的心坦荡,并没有什么需要怕的。该怕的,并不是我。这不查不知道,一查吓一跳。所有的调查结果都让傅行周有些不太开心。林尚恩回国的当天,我偷偷把燕运棒放在浴室,随后在微博小号里发了一条,替周周调理了半年身体,终于是有成效了。 我终于,要和他。有爱情结晶了。傅行周和林尚恩的同矿照被发在网上,我只是在小号委屈地抱怨了一句,也不要忘了我吗?他帮着林尚恩处理国外事情的时候,我说,我嫁了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,他特别好,看不得所有人受委屈,就像当初对我一样。 整整四千多条碎碎念,全都是我对自己破洗脑的结果。 与此同时,他请的私家侦探调查出,林尚恩回国之后和国外前夫的联系并没有断,甚至主动联系过许多次,聊天内容格外露骨。 甚至那天的电梯事故,也是林尚恩主动按停,电梯才会卡进加层,装装渐渐摆在明面上,让父行周格外的郁闷。 以至于后来林尚恩找他撒娇,他将那些证据一把甩在林尚恩的脸上,语气冷淡,这就是你对我的报答吗? 林尚恩故作娇柔的脸都快绷不住了,嘴角难堪地颤抖了几下后,他哑声说道:"我也是太爱你了,才会做出这种傻事。行周哥哥,赴行周难得暴怒。 高高抬起的手,却始终没有扇下去。即使林尚恩做了再多,他也不忍心下手伤他一分。可我呢,莫须有的罪名带在我头上,连命都丢了。原来做错事,也不一定是要道歉的。林尚恩就不用。我自嘲地摇了摇头,只觉得心底烦躁。行周哥哥,是已至此,我们一起出国吧。 我在国外有人脉,我会保护好你的。负行周沉默了一会,低下了头。停什么?我发了疯似地在屋子里翻腾,可无论我怎么弄,都无法改变些什么。那种绝望无助的感觉卷土重来,身上的痛感也逐渐激烈。 为什么鬼也会痛呢?坠腾的下腹,曲折的手臂,一下又一下,沉闷地重击。我是真的不甘心。十年真心,换来一朝枯骨,我是真的不甘心。我悲愤地嘶吼着,感受灵魂奔涌不息的灼伤感。心底只有一个执念。我要他,他, 为我的死,付出代价。为我未出世的孩子,付出代价。一阵狂风暴雨席卷而过,吹倒了我藏在书架上的笔记本。笔记本被散开的那一页,正好是22岁的我,称怪写下的,如果谁先背叛了,谁就下地狱。 这句话下面,付行舟的字迹飘洒飞扬。好,那一年,他与我告白,说未来的日子,换他跟在我身后当根屁虫。狂风又起,将笔记本往前翻,陈旧的纸张已经有些发黄了,字迹还有些模糊,像是有泪洒落。那是21岁那年,父母去世,巨大的悲痛压在我身上, 我哭着写下,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无条件爱我的人了。歪歪斜斜的字迹之下,付行舟的流言置地有声。我会永远在你身边。风又将日记本翻到最开头。我与他的时光手册一道惊雷响起,书架上散落的运简单,直直地砸在了付行舟的脸上。他扶着捉急,腿微不可闻地颤抖着, 眼神飘忽。我站在他身旁,用尽全身力气嘶吼着,付行舟,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?林尚恩尖叫着,跑出了屋子。我没有管他,只是赤红着双眼,盯着眼前这个我爱了十年的男人。不爱我,你为什么不早点让我走?只因为我有利可图吗?我的爱,对你来说只是利益,是吗? 他惶恐地四处张望着,语气哑然,是你吗?只情。他声色干枯,像干枯的木板在摩擦。是我对不起你。我突然收敛了怒火。半月后,尸体的味道实在藏不住了。警察查上门,却发现总裁付行舟无神地蹲在尸体旁,目光呆滞。 调查清楚后,付行舟被依法逮捕,被抓着走出公司大楼时,他不停地反抗挣扎,谁也别想让我和止情分开。被强托着塞进了警车后,他的嘶吼声依旧不绝于耳。 我其实什么也没做,只是将曾经那些爱他的证据一点一点地撞到他面前。那是我作为灵魂,唯一能做的事。 他是在一周前看到那根厌运棒的。 林尚恩见他无法疯癫,对他没了耐心,最后决定放弃他,利用他公司的内部资料,成功地入职了他的对手公司。 付行舟很生气,可他的骄傲不允许自己低头。 我不厌其烦地折磨着他,他憔悴得很快,直到那根厌运棒,掉进了他的漱口碑里。 他终于忍不住了,跑到禁闭室里大吼大叫,抱着我的尸体问我:"芷晴,你别生气了,赶紧回来好不好。 这一次,我终于醒悟了过来,不再欺骗自己。他依旧是不爱我的。 他的无助和疯狂,只是因为遭受了背叛,需要寻找一个熟悉的依靠罢了。 十年了,没人比我更懂他,也没人比我更能给他安全感。 只可惜,我不是工具,不是挥之急去,招之急来的工具人。 他一场泄愤要走了我的生命。 我偏要用灵魂最后的力量,让他走尽疯狂。 即使挥飞湮灭,即使坠入深渊。 直到上了法庭,他还抓着那根厌运棒。 我觉得他如今颓废的样子特别陌生,但心里郁洁的某处也逐渐疏解。 他背叛了死缓。 垂音落下,他突然开口,我有个问题想问。 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吗? 法庭沉寂良久,最后是他的代理律师告诉他,尸检结果显示,那孩子确实是您的。 傅行舟突然大笑起来。 我想他是在笑自己。 他会后悔吗?我想或许会的吧。 因为利益,因为虔诚,因为未来,因为那个孩子。 但我知道,不会有一分是因为我。 偏偏是死了之后,我才最清醒。 他不爱我,他最不爱我。 傅行舟被关押后,我的灵魂自由了许多,不必再困在他身边,而是能到处飘了。 我费了点小力气,将林尚恩真正地关进了电梯架层。 手机没有信号,他惊恐地呼救,我在他的身后不停地吹起。 最后,他被吓晕在地。 我分不清是真的还是假的,觉得有点无聊,我就走了。 我的身子愈发轻飘,我自己也有些预感。 最后一刻,我选择飘到了父母的坟前。 坐在那儿,我叙叙叨叨地说起了话。 如果有来生,我希望有人能爱我,像我爱父行舟一样爱我。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见到爸爸妈妈。 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 曾经,这里有我最珍贵的宝贝。 又是一个夜过去。 西边突然传来一阵刺眼的光。 晴晴。 我迅速转头,熟看到了最想念又最熟悉的两张脸。 我的爸爸妈妈牵着一个小姑娘,笑盈盈地看着我。 我大步地跑了过去,我妈掉下了一滴泪。 委屈你了,宝贝。 我快步地跑我妈身边,靠在她肩头,开心和幸福筋满了我。 真好啊! 妈妈! 我妈怀里的小女孩,带着几分拘谨,小心翼翼地开口。 大家都在! 真好啊!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,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。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,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。 祝你幸福安康,万事如意。 同时欢迎您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见!